因為我跟錢恩在一起快七年 可是就是因為卡在 個性上的原因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分手 我分手那一天 我頂多一個人冷靜 難過一年五時 我就打給她 她說欸我跟妳 我跟妳分手 她說喔好啊 那妳就只會跟我在一起啦 夢珍 妳很厲害欸 也就通常是5月24日 那一天 所以我們也是在選明天 對 先恭喜 先恭喜 她沒有讓我單身的意思 我跟妳說 這個厲害我才可以贏過 欸 什麼意思 沾一下沾一下 妳先去玩一下他們的手遊 我跟妳說 我不會玩遊戲 我只會是公子 我不會玩遊戲 我的天哪 欸 吃鏡頭 襪子在後面默默的對著妳笑 那我可以問一下 妳當下是怎麼 這麼有感的直接說 我覺得應該是她 其實對她就一直有感覺 因為他們不是有曖昧一段時間嗎 就是想了 就是 很難看妳這樣 我剛剛有阿嬤短話 我是覺得啦 就是想要跟這個 這個女生在一起 真的有機會 然後我就去試 把這個 完全公安 沒關係 就跟她一起沒有這樣 我覺得妳很棒 她會主動想要去爭取她想要的 沒有 我覺得她比較吊 很多男生就這時候就會說 我應該要先安慰她 然後就是慢慢的解放 她不是 她直接 妳就跟我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比較實際 那妳當下的反應是什麼 她不得妳 先讓我空窗個幾天 對啊 先讓我玩個幾天啊 那我 我想先單身一些 她要玩幾天 她不要啊 她不要啊 我好想說 妳讓我單身個幾天 我不要啊 所以當天妳就接受了 對啊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覺得說 這男生不錯 乖乖的 這男生脾氣也不錯 其實他對我到現在 剛開始從熱戀到現在 都是一直都一樣 都還在熱就對了 對 都還在熱 那妳很棒 很多男人做不到的喔 對啊 很多男人不是都是 就是一開始很熱情 後面就 後面就冷淡了 對啦 是吧 是嗎 妳是嗎 妳是那種人 好 OK 很多男生都是一開始很熱情 然後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冷掉了 不是 可能一開始會抱著妳 然後可能說 寶貝什麼 後面就是 妳幫妳起床上班 我覺得這個問題 妳不要問我 我怕掉進去 沒關係 她根本就沒有熱戀 等一下 她是有女朋友 所以不能講 目前沒有 我幫妳撥上去 妳這時候就要說 我不是這種人 等一下 我 我本來就不是這種人